地生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 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您 今天又一次来到你的面前 神让我们每天早上在这里 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就充满了活力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的内心就是非常火热 我们知道在我们周遭 我们每天都看到 有软弱的 有倒下去的 有没有办法承受生活的苦痛的 有很多人自暴自弃的 神啊我们知道 这些人都非常需要帮助 求神引领我们 神啊你要壮大我们 让我们成为你的精兵 让我们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 迎着福音的路一直往前走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你给我们的大爱 我们可以去浇灌更多的朋友 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朋友 我们认识 我们不认识的 神让我们知道 这不能靠我们自己 靠我们自己 什么都做不成 但我们仰望你 万事都可以达成 感谢神 我们知道这条路上 我们的使命 就是要做光做盐 要把福音传到地极 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弟兄姐妹 能够来加入我们 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 成为基督的精兵 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我们要爱更多的人 谢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今天的这个聚会 整个交托在你的手上 求神引领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看一下我们 昨天的27章第8节 看一下我们昨天讲到的地方 我们昨天的这个 现在讲那个法会 好像约会的内容的时候 可能有摆设 有他的这个尺寸 有他怎么样去搭建 这些真的是不是 不是很简单 但是就可以看得出来 上帝对这件事情 是多么的认真 而且多么的看重 所以我们 Susan姐妹给我们 放的这个片子 可以告诉我们 大概有一个idea 大概知道说 这个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OK 好 我们昨天在前面讲 昨天是讲到呢 我们看一下 讲的是要有一个网 OK 有一个网围在这个地盘 在讲祭坛的四周的时候 这个网要围到祭坛的半腰 然后呢 一样的道理 这些要抬起来的东西 很重的东西 都是要有环 然后用棺子 然后用棺子 木棍 或者是用这个 很粗的这个柱子 把它穿过去 穿过铜 穿过这些环 金环或者是铜环 我们昨天讲的这个 祭坛旁边的这个是一个铜环 穿过去以后呢 就可以抬起来 用它所有能够抬起来 支撑它的全部都是靠这个环 OK 锁住这个柱子 锁住这个木杠 然后就可以把它抬起来 好 所以我们27节讲的是Pose Pose是指的一个 一个棍子 一个一个杠子一样粗的 穿过去 Inserted into 所以是穿过 我们要讲穿过一个东西 一个中空的东西 穿过去 我们要Insert这个字 Insert into the rings 穿过这个环 OK 所以它就会在祭坛的两边 这个Otter 祭坛的两边 Two sides of the order When it is carried OK 它被抬起来 Carrie指的 不一定是手上拿一个东西 OK 你把它抬起来 被抬起来 我们也可以讲 It's carried 好 我们再看第八节 Make the order hollow OK Hallow是什么东西 H-O-L-L-O-W 这个Hallow指的是中空的 它中间是空的 OK 所以 比如说一个木头 你把中间给凿空了 这个就是一个Hallow OK 或者是说你 你一块木头 你中间挖一个洞 里面要放什么东西 这个是Hallow OK 是空的 意思在讲 这是空的 好 Make the order hollow Otter boards 所以 Otter从什么拿来做的 Otter boards Boards是指一块木板 板块一样这样子 但是 Make the order hollow Otter boards 所以这个祭坛本身 是用一块木板来做的 OK 但是它中间是空的 It is to be made Just as you were shown I on the mountain OK 它怎么做呢 就如同 上帝跟这个摩西讲 就如同我在这个山上 OK 弄给你看 照着我在山上 只是你的 OK 只是你的那个样式来做就可以了 所以 Shown down the mountain Shown就是说 我展示给你看的 OK 一个字 Shown 那就意思就是说 上帝曾经展示给这个摩西看 告诉他 这个是怎么做的 好 好 就是讲到祭坛 Make the order Courtyard OK Courtyard 指的是 有一个主建筑物 然后外面围起来 一个像一个小院墙一样这样子 这就是形成一个院子 OK 在以前的时候 比如说要到这个 圣殿里面 犹太人的 圣殿里面 或者是要犹太人的聚会所的时候 他们都是有一个小院墙的 都是这样子 有这个Courtyard Courtyard 就是指说 里面有建筑物 有主体 那么外面围起来 所以就像一个院墙 这个就叫做Courtyard 好 Make a courtyard for the tabernacle 所以你要进到Tabernacle 这个帐幕的时候 外面也是要有一个小院墙的 有个院子 OK The south side shall be hundred cubits long OK 所以要讲这个院墙 它的大小呢 这里又开始在讲它的大小尺寸 南半边 南半边这个的话是100个cubit fits OK Cubit就是我们的一个手肘的长度 所以有100个手肘那么长 And it's to have curtains of finely twisted linen 同样的道理 这个院墙它这边也是 它的南面 你也必须要用那个帘子 OK 布木把它围起来 这个是用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是用什么来做呢 这些帘子 Curdin 是用finely twisted linen OK 是用那些麻线麻绳 Twisted是经过碾的扭转的 OK 它是把它一股一股缠绕起来的 然后是很细致的这种麻线 然后做起来的 所以这个帘子也是很细致的 第十节我们看一下 Twenty posts Post是指的那个post就比较粗了 比较大的柱子叫post OK With twenty posts and twenty bronze OK 另外还有二十个 这个都是一样的数目 二十个大柱子 每个柱子下面都要有同的底座 所以是bronze bases bronze是同的 OK And with silver hooks and beans on the post 好 这个在 因为你要在外面围起来一个像院墙样的东西的时候 只要你有帘子 你一定少不了hooks 要有钩子 钩子可以把它给勾住 还有有beens OK 这个beens是指那个杆子 OK 我们的帘 我们的这个帘子啊 或者布木 要穿过那个杆子 OK 穿过杆子 它才能挂起来 高高的挂起来 然后有那个银的钩 银钩 把这些东西给固定起来 所以这个是跟着这个外面 要做院墙的时候 要做这个部分的 好 十一节我们看 The north side 北边 OK 刚刚讲了南边 现在讲北边 北边呢 OK North side shall also be a hundred cubits long 北边也是一样 要你有一百个手肘那么长 Is to have curtains 它也必须要有莲幕 要有莲幕 With twenty posts and twenty bronze bases 这个跟南边是一样的配备啊 它是二十根大柱子 每个柱子的下面 都是有一个铜的底座 And with silver hooks and bands and the posts 所以呢 这个银子 另外呢 要把这个莲幕挂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有这个 银的钩 然后还有银的杆子 穿过去把它挂起来 under posts 所以这些都是 附在你整个的 这个大柱子上面 好 南边北边都讲完了 这个院墙 The west end of the courtyard shall be shall be fifty cubits wide 所以讲到西跟东的时候 OK 西边的时候呢 这个院墙的西边 它是fifty cubits wide 它是五十个 五十个手肘 这么宽 and have curtains 它们也是有莲幕 with team posts and team bases 这边呢 就因为比较窄 你看到它是fifty 它等于是 刚刚那个长度 南边北边长度的一半 东西呢 是比较窄的 所以是一个 长方形 类似长方形的院墙 OK 它是五十个手肘 那么宽 然后挂上帘子 这边呢 就是距离比较短 所以我们就十根大柱子 然后每一根都有一个 铜的底座 十个底座 十三节 on the east end East end 刚刚讲西 我们现在讲东 toward the sunrise 东边这边 是比较靠近怎么样 靠近太阳升起的地方 toward the sunrise 它是朝向 朝向这个太阳升起的 the courtyard shall also be fifty cubits wide 所以东边跟西边 两边是一样对称的 它都是五十个手肘 那么宽 然后它的配备 也是一样 要有莲幕 要有 然后要有这个大柱子 要有铜的底座 好 十四节我们看 curtains fifteen cubits long are to be on the side of the entrance 好 现在讲到莲幕 我们做这个莲子的时候 它的这个尺寸是怎么样 莲子是15个cubits fifteen cubits long 它的长度是15个cubits 所以这个是挺高大的 就非常感觉非常有威严的 高大的莲子挂起来 to be on one side of the entrance 在你入口 你整个这个入口 讲的就是我们入口的地方 这一边呢 它要挂15个手肘 那么长的这个莲幕 with three posts and three bases 所以光是进口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有三根柱子 OK 然后三根柱子呢 还有它的底座 还有它的带着三个底座 and 15节 and curtains and curtains fifteen cubits long are to be on the other side 所以都是对称的 另外一边 它也是挂的莲幕 也是要15个手肘 那么长 with three posts and three bases 它是有 OK 三个大柱子 然后有三个底座 每一个都是带着底座的 好 16节我们看 for the entrance to the courtyard OK 所以这个 你的院墙 也是有一个入口的地方 for the entrance to the courtyard 你要进入这个院墙 还没有进到里面 就只是进入这个院墙的时候呢 provide a curtain 20 cubits long 好 这个时候呢 在入口 院墙入口这个地方 有一个帘子 是相当长的 a curtain 20 cubits long 这个帘子特别高大 特别的长 它是20个手肘 那么长 它有什么颜色呢 of blue purple and scarlet 它有蓝色的 紫色的 还有深红色的 这些细线 线把它 and finely twist 还有加上 很细的这些麻线 全部呢 扭成一股 把它们 来制作 这个帘子的 这个帘子的材料 是用这样做的 the work of an embroiderer embroiderer 指的就是那种绣花 这上面是要有绣花的 有花样 这个图样要绣花 这个绣花 还不是简单的绣花 它是那种表层 会凸起的那种绣花 非常精致 非常好看 with four posts and four bases 在这个地方呢 你就注意了 它这个是要有 四个大柱子 然后四个底座的 这个是非常精致的 这一面的帘子呢 这一面的这个 这个布 这个帘幕 是特别特别重要 因为它上面要有绣花 颜色又特别 然后它又是特别长 有二十个手肘那么长 all the posts around the courtyard are to have silver beans and hooks and bronze bases 所以整个形成一个院墙 OK around 就是绕着这个整个院子的四周的 这个院墙呢 都是有布木 OK 有莲木 而且还有柱子 OK 来形成的 所有的柱子 all the posts around the courtyard OK 绕着这个院墙的四周 都必须要有怎么样 银的杆 silver beans 银的钩子 hooks 还有铜的底座 都一样的配备 一样的 这样子就绕一圈 就形成了一个院墙 the courtyard shall be a hundred cubits long and fifty cubits wide 前面讲过 它这个院墙呢 它整个是个长方形的 OK 它的长是一百个手肘的长 那么宽呢 它是五十个手肘的宽度 with curtains of finely twisted linen five cubits high and with bronze bases OK 所以呢 这个地方所有的这些 整个的高度 OK 莲子这些的尺寸 都在这里都规定好了 而且它的材料 都是用我们这 很细的麻线 然后这些麻线给做出来的 five cubits long five cubits high 它的高度呢 是五个手肘那么高 然后呢 有铜的底座 with bronze bases 好 我们再看第十九节 好 还有其他的东西 the other articles articles 就是泛指 其他的东西 其他你要在这个里面 用的器具 要祭拜神 要跟神交通的时候 这些articles 指的其他的东西 us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tabernacle Tabernacle是我们的这个账目 在我们账目里面 用来服饰 用来服饰用的各种 这种的器具 in the service of the tabernacle 也就是说 在里面要用 用来服饰的 whatever their function 不管他们是什么样的功能 whatever 不管 任何一种的功能 including 包括什么 all the tin packs for it and those for the courtyard and articles of bronze 所有这些东西 所有的器具的材料 全部通通都是用铜做的 规定一定要用铜做的 当然使用起来做器具的话 装东西 吃东西也是比较安全的 OK 好 我们看一下 在下面看 二十节 Common to Israelites Common Common是命令 要吩咐他们 叫他们这样做 Common OK 你就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跟摩西讲的 你命令他们 吩咐他们 这些以色列人 to bring you clear oil of pressed olives for the light OK 所以你们要他们带什么来 叫这些以色列人带什么东西来呢 带清澈的油 这个油是什么油 pressed olives 是压榨的那个橄榄 把橄榄炸出来 清澈的油 要把这个油带过来 做什么用呢 for the light 叫点灯用的 OK好 所以点灯用的 所有的都是清澈干净的 这些橄榄 压榨过的这些橄榄 做出来的橄榄油 so that the lands may be kept burning 这样呢 叫他们把油带过来 所以这个灯 就会继续保持着 燃烧的点 OK kept burning kept burning Burning是燃烧 对吧 这个灯里面有灯芯 当然要继续的烧着 烧着那个油 才会让那个灯亮着 这样子 好 in the tent of meeting OK 好 这中间还要讲的 还有一个地方是 有一个 要 要大家要聚会 要开会用的 聚会用的这个 这个帐篷是怎么样呢 Outside the curtain that is in front of the testimony 好 在我们的这个法柜的前面 在我们放这个 因为这里面有一块块的石板 很厚的石板 上面就是刻着上帝的教训 这个就是所谓的testimony 好 法板 那么在法板的这个前面 在帘子的外面呢 Aaron and his sons are to keep the lamps burning before the lord from evening till morning 这个大家都是 很重要的工作 都是有值班的 有人 什么人在做呢 就是Aaron跟他的儿子 亚伦跟他的儿子们呢 他们是专门负责这个灯 灯不能让他灭了 从晚上一直到早晨 灯要一直点 OK before the lord from evening till morning 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 这个灯要一直点 从晚上一直点到清晨 this is to be a lasting ordinance amount the Israelites for the generation to come 好 这个的lasting lasting lasting是指说持续性的 一直都这样做的 ordinates 是一个常规 一个定例 OK 继续这样做 这个都不要改变的 amount the Israelites 在以色列人中间呢 for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对他们未来的世世代代 都要这样子做下去 OK 这个所有账目怎么安排 然后所有的这个帘子 是用什么材料 包括里面的法柜是什么样 然后这个法板是放在这个柜子里 什么样的安排 所有的餐具 所有的这些 或者是你要祭坛 是怎么做 一律通通都要做 而且这个灯 也是要照这样的规矩 世世代代的做下去的 好 好 我们这一章就讲完到这里 27章 28章我们看一下 Have Aaron 这个是上帝亲自叫的 你让Aaron Your brother brought to you 让你的哥哥亚伦呢 brought to you from among the Israelites OK 在以色列人之中 这个是要在以色列人之中 OK 有亚伦你的哥哥呢 要他怎么样 把这些东西带给你 OK Along with his sons OK 他带着他的儿子们 他的儿子 Nadab and Bihu OK Elyzar and Echamar OK So they may serve me as priests OK 所以这里面祭司的工作 有关祭司的职份 Serve 服侍我 作为一个祭司来服侍我 这是上帝说的 要让这些人 亚伦一家 他们的儿子 几个儿子 都来做祭司 来服侍我 OK 所以这些就是从以色列人之中 拣选出来的 他们就是做 祭司的工作 好 亚伦跟他的儿子 都是做祭司 Make sacred garments Sacred garments Sacred是神圣的 什么东西是特别 特别是 专门是做服饰用的 圣洁的 不就不是一般的 那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叫做 Sacred 我们把这个稍微关一下 把那个 麻烦把这个 camera关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呢 所以呢 他就讲说 你要做一个 一个圣衣 就是在服饰时候 专门做的 叫Sacred garments 就像现在 你还看得到的 就是天主教 或者是其他 希腊的东正教授 他们也有一个 特别的衣服要穿 特别在做服饰啊 做什么 那个就是所谓的 Sacred garments OK For your brother Aaron OK 你要给你的哥哥呢 要做怎么样 做一个圣衣 特别特别不一样 这是服饰我的时候 专门要用的 Give him dignity and honor Dignity Dignity跟honor 这两个字 非常重要 OK Dignity指的是 自己的自尊 OK 尊贵 OK Honor是荣耀 OK 所以Dignity 比如说 一个人很有自尊 他不接受人家的帮助 或者是说 你156喝6的 他就不听你的 这个叫做 很有自尊 叫Dignity 每个人都有Dignity OK Honor呢 就是他的荣耀 所以给他穿上 这一身衣服 圣衣以后 圣洁的衣服 在做服饰上帝的时候 在做这些服饰的事情的时候 自然 你穿了这个衣服 就自己非常有尊贵 自己有自尊 而且自己觉得非常荣耀 所以你做取事情来的时候 你的这个举止啊 你的行为 自然就特别谨慎 这个很重要啊 分别出来 好我们再看第三节 Tell all the skilled men skilled men to whom I have given wisdom in such matters that they are to make garments 拉来就可以做这个圣衣的 不是啊 OK 上帝说我会给这一类的人 这些巧匠 这些工匠呢 给他们特殊的智慧 在这一类的事情上 that they are to make garments for Aaron 是有关什么事情 matters 后面就解释 什么样的事情呢 上帝会给你智慧呢 就是在给亚伦 给这个摩西的哥哥亚伦 做衣服这件事情上 亚伦这一家 他的儿子也是祭司 他们都要穿这些 这些特别的garments for his consecration OK so he may serve me as priest 这个地方 for his consecration 注意这个字 consecration 是让他能够分别为圣 让他成圣 OK 因为他的工作很特别 他们这一家的工作 他们是专门在这个里面 服侍上帝的 所以要分别为圣 他们也要穿特别的圣衣 这样子呢 他们就可以怎么样 来侍奉我 作为一个祭司 做祭司的职份 来侍奉我 so he may serve me serve me 是服侍我 OK 作为一个祭司 priest priest 好 so these are the garments they are to make 好 现在要讲到了 你做的这个圣衣 专门给祭司穿的衣服 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跟我们一般人 有什么不一样呢 these are 这些就是他们要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句型是这样 these are the garments they are to make to make 就是他们要这样做的 are to make 好 第一个有一个 breast piece breast piece breast是我们的胸部 ok piece是一块东西 所以在你的胸前 它是有一个胸排的 有一块要别在你的胸口上 我们叫breast piece 好 an effort ok effort ok effort a robe a woven tunic a turban and sash 好 这些东西里面有很多都是 很特殊的东西 跟我们一般不是很常见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要特别的小心 上帝有特别的交代 ok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effort ok 什么叫做effort ok effort指的是说 他穿的那个法衣 他在里面穿的时候 犹太教里面 他们在里面穿的法衣服 是上帝的时候 他那个特别的衣服就叫effort effort ok 好 a robe 还有一个长袍 有个外袍 ok 所以里面是穿effort 外面有个长袍 还有woven tunic ok woven tunic 指的是说 那种 呃 woven是那种 怎么讲 是 纺织品 经过编织的 做出来的 叫woven tunic ok 好 然后里面 这个挺复杂的 还有里面的内袍 还有外面的外袍 ok and a sash ok 还有sash sash的话 是指你的那个 turbine 我们先讲turbine turbine是指头上的这个 带在头上的东西 把头给包起来 那个东西叫冠冕 现在的 现在这个字 turbine这个字 还常用 是在印度人之中 有没有看过 那阿三哥 他们把头发包起来 或者是回教 他们那个包起来 那个东西也叫做turbine 他们是用布包起来的 所以基本上turbine 就是在头上包起来的 那个东西 带的一个东西 我们叫做turbine sash sash 指的是腰带 因为你穿的袍 都是宽松的 你一定要把它怎么样 固定一下 固定的时候 我们就要用sash 来把它固定起来 ok 腰带 好 然后呢 they are to make these sacred garments for your brother Aaron 所以这些工匠 你想哈 他所谓的这个圣洁的 这个衣服 sacred garments 不是这么简单 是全套的衣物 他们都要做 这些工匠都要会做 照着上帝的指示来做 所以呢 他们要把这些 这些所有的 我们叫做全套的叫做 sacred garments 圣衣呢 就是给他的 Aaron 哥哥Aaron 还有他的儿子 他们这一家都是做祭司的 so they may serve me as priests 所以把这些衣物 都给他们做好了 他们就可以穿戴整齐 然后一穿起来 肯定非常有精神 就非常不一样 当然有dignity跟honor 我们前面讲的 就非常有尊严 有自尊 而且很荣耀的事情 他们来服侍上帝 好 这个就是像他们的制服一样 做祭司的时候 他们穿着是跟平常人不一样的 have them use gold blue purple and scarlet yarn and fine linen 还是跟我们的这个 会幕里面用的莲子的 颜色都是相搭配的 他有gold 他这个衣服上有金色 blue是蓝色 purple是紫色 然后还有scarlet 是新红色的 yarn 是指那个线 ok 用这样的线 来制造 来做你身上的衣服 and fine linen 还要用细麻线 细麻线来做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 在当时来讲 都是比较高级的成衣 高级成衣 不是一般人穿得起的 好 第六节我们看 make a effort ok effort of gold and of blue ok effort是特别特别值 犹太教里面的时候 他们在 这些服饰做祭司的人 他们里面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法衣 这一件法衣 就是穿在里面的 这个颜色是什么 effort的颜色是gold and of blue purple and scarlet yarn 还是一样 刚刚讲的四个颜色 金色 蓝色 紫色 新红色的线 and of finely twisted linen 然后这个麻线 也是要用麻线 麻线是经过碾过的 也就是说你用用用机器 或者用手碾过的 它都是呃 它是经过扭转过了 所以这些线呢 就非常的强韧 非常的强韧 不容易断掉 好几好几条绳子 好几条线扭成一股的时候 这个做起来的衣服 就非常好看 the work of skilled craftsmen ok craftsmen就是指那些工匠 这些都是要手一活 而且都是精工 ok 不是一般的人能做 要请那些特别能干的 懂得怎么做 这些高级成一的人 他们来做的 好 第七节我们看 it is to have two shoulder pieces attached to shoulder pieces pieces是一块一块的 ok shoulder pieces就是指肩上 还有肩带 肩上是有两个piece的 ok 我们叫two shoulder pieces attached to attached to是连结在什么 上面 attached to two of its corners 所以现在讲的就是那个 effort ok 前面我们讲effort 我们继续讲effort 这个effort就是他们的这个法衣 我们看这个字 effort effort ok ph发 f的音 好 在这个 他特别穿的穿戴 祭司用的这个法衣上面呢 他有两件 里面有两个角落 在这个两个角落 他要缝上两个肩带 attached to two of its corners 就在法衣的两个角落上 你要连结上 你要缝制上 ok 这个两个肩带 so it can be fasened ok 这样他有两个肩带的话 就可以绑起来 就可以固定好 把这个衣服给固定好 ok 好 然后二十八章的第八节 我们看 it's skillfully woven skillfully 指的你这个 制造这些 做这些带子啊 做这些衣服的手工 是要skillfully 特别巧工 特别能干的工人来做 这个工艺是要比较高的 不是一般的那个 张山李寺王大妈可以做的东西 skillfully是特别有技术 特别手艺 特别精巧的来做 woven ok waistband waistband 指的是什么东西啊 waistband waist ok waist waistband 是指你的这个腰带上面 你这个制造的这个带子上面呢 要特别的精巧的来制作 is to be like 像什么样呢 of one piece with the effort and made with gold 所以他跟整个全身这件法衣 这个effer呢 是连成一体的 你不能这边掉一块 那边掉一块 他整个是连成一体的 and made with made with 注意要用with这个戒词 用什么来做呢 我们后面就讲了 用gold 要用金 ok and with blue purple and scarlet 这四个颜色 金的 蓝的 紫的 新红色的线 and with finely twisted linen ok 很细致的这种 ok 它是几个 成一股扭转起来的这种 麻线 一起制造出来的 这个是非常细致的工 take two onix stones onix stones 指的是那个玛瑙 指的是玛瑙 有两块玛瑙 ok 所以这个衣服不简单 非常贵重 除了我们刚刚讲这样细致的工匠来做以外 还要两个玛瑙 engrave on them engrave on them 是什么意思 engrave是在上面要刻字 比如说 有的时候我们在商场里面也有这样子 你买一个什么钢笔 我们帮你刻字 比如说你要送给你太太 送给你的好朋友 我们帮你在上面贴个刻字 然后保存纪念 这个刻了字以后 就是很特别的东西 我们叫engrave 把什么东西 engrave就是在上面刻字 ok 像我们的墓碑上面是一定要刻字的 对吧 送的礼物上面可以刻字 或者是我们送的什么手镯 镯子上面可以雕刻一个什么人的名字 或者有的人在买钻石的时候 钻石的一个某一个角落里面 刻上这个心爱的人的名字 这个都可以的 engrave on them 所以两块这个玛瑙上面要刻字的 刻什么字呢 the names of the sons of Israel 好 要刻上以色列的儿子 ok the names of the sons of Israel ok 要刻上以色列儿子的名字 ok 好 in the order of their birth ok 要按着他们的什么 他们的生日的顺序来 来刻在上面 1月的2月的3月的4月这样子 ok 6 names on one stone and the remaining six on the other 好 所以六个名字在一个宝石上面 在那个玛瑙上面 其他的六个名字呢 这些都是其他的就在另外一块上面 remaining six on the other 那这些都是按照他们出生的顺序来的 ok 好 engraving 我们再看 engraving the names of the sons of Israel ok 我们刻上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吗 刻在这个上面 under two stones 在这两块这个玛瑙的石头上 这也是挺坚硬的 the way a gem cutter engraves a seal 这个工艺 这个方式你要怎么去刻它 也规定的很仔细 the way 这种刻的方式 the way是怎么样 a gem cutter 什么叫 gem cutter gem cutter指的就是那些 专门做宝石手工的人 专门雕刻 专门切割宝石的人 那种工匠 他们他们雕刻的时候 用的那种方式要一样的 ok engraves a seal ok 所以他们这些 宝石的手工 他们在做图章的时候 他们常常有的时候 旧约的时代的时候 他们就有图章 这个用贵重的宝石 ok 上面engraves a seal seal指的是那种 像我们中国人的 我们是木头做的 石头做的 象牙做的 这种图章 他们是用宝石做的 ok 所以就像那个宝石的科工 他们工匠专门在给人家 做这个宝石上面 然后做做图章的时候 做印章的时候 一样的手法 要一样的 供 把它镶嵌在上面 它是有个金边的 ok go filigree settings 比如说我们讲戒指来讲 戒指 我们有个戒台 戒台上面放我们的钻石 放我们的绿宝石 红宝石 这个戒台就叫setting 就是一个setting ok 所以把宝石放在戒指的setting上面 那就是变成把它箱在那个上面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地方mount 这个动词就是把它箱 ok 放在什么上面呢 放在那个金的 金边的沟槽的上面 把它这个宝石就镶嵌在上面 ok 好 我们再看十二节 and fasten them fasten them 把它固定住 on the shoulder pieces pieces of the effort 我们把静音一下 注意静音一下 ok fasten them 把它们固定住 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方式以外 我们把声音能静一下 ok 我们讲完这一节 and fasten them on the shoulder pieces of the effort as memorial stones for the son of Israel 所以把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相好的这个石头 用金边都相好了之后 固定在你的肩带上面 法医的肩带上面 这个是作为什么 memorial stones for the sons of Israel 作为以色列儿子们这个纪念的这个石头 ok Aaron is to bear the names on his shoulders as a memorial before the lord 特别是亚伦 亚伦在他的两个肩膀上 要特别的写上这些名字 在他的肩上 因为显然这些祭司呢 以他为首 他的儿子们都是他的晚辈 ok 我们今天讲的时间好像超过了 没有注意到 ok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然后我们接下来 把这个时间呢 就交给我们的这个屏幕同工 还有主持同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 谢谢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读了很仔细的 有关于这些祭司们 他们的衣服是怎么样做的 感谢神 我们特别体会到了这个祭司 特别是服侍神 是一件多么荣耀 而且多么尊贵 是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感谢神 我们把下面读经的时间 都交托在您的手上 我们渴望大家的眼目能够被打开 我们的这个 都能明白我们今天所得的 所读的经文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